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穿过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会谈你去唱歌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不忘痴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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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军爷 您的菜 来 慢用啊 来 我给您倒上 您慢用 客官 想吃点什么 给我一盘羊肉吧 好嘞 各位军爷 笑笑心意啊 你倒挺懂事的嘛 哪儿来的 不瞒各位军爷 小的有一个堂兄 换做牛阿武 在幼州军中吃饷 不知各位军爷可认得 这你们可曾听说 这营中确实有几位姓牛的弟兄 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航武 看你小子这么有孝心的份上 劝你 你这当兵的兄弟啊 不投也罢 正你寻个庞子出路吧 此话怎讲 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 在这里吃军饷 怕是过不了多久 你这脑袋也保不住喽 说话小心点 别吃醉了就胡言乱语 这要是被有心的人听到 当心你的脑袋 多谢各位大哥的救命之恩啊 可是这幽州城是我朝重镇 如此津津有条 哪至于此啊 初四内侍之后啊 都督便闭门不出了 这别地的将领啊 都赶着上表为贺 入京数职呢 可咱们这位倒好 谁的面子都不给 闭门不出 足足已经七天了 这回头太子要是怪罪下来 闭门不出 那卢江王怕是要背 连累我们幽州蜀军 全部都丢了性命 话说咱们那王将军 与卢江王还是殷勤呢 一条身上的蚂蚱 到时候难免也会背 杀了呀 得过且过吧 来 喝酒 喝酒 没什么礼物 竟是个有情有义有骨气之人 那就好吧 多谢各位大哥纸条明路 那你们慢慢吃 小的先走了 嗯 好 吃饭吃饭 来来来 你我之分相当 我对你一再忍让 你却对我百般平礼 何必呢 魏军出身山东望族 前途无量 泡某一介武夫 怎敢与你之分相当啊 我不愿与你为敌 大可不必处处相接 这些都是朝廷赏赐的礼物 路上不要颠簸 小心点 起车 是 书与哥哥 这铁矿石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啊 你还能弄到这些铁矿吗 我 私犯铁矿乃是重罪 拉下去砍了 别别别 别别别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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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爷 您看 您要多少何事啊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那 那我得回去 跟我主子打个商量不是 小兄弟 您给我记住了 我要两千百万 今晚宝货备齐了以后 找人通报我一声 城外草炉钱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好 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不然你跟你这些小伙计们 可一个都活不了 君爷 君爷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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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走 走 调一对宫奴手先行前往 就埋伏在草炉附近 到时候我让他人和祸 一个都跑不掉 是 至少 郑 阿 十四郎 十四郎莫非是割舍不了在下 一路追着来的 想太多了 你怎么没说你是要来幽州谈生意的 你也没问啊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有一些私事 来都督府处理私事 看来十四郎果然非富己贵 瞎说什么呢 我出来乍到出来转一转不行啊 我直接要回客栈了 巧了 我也要回住所 再便同行一段吧 来 来 花儿散嘞 花儿散 阿准 保重 后会有期 请 请 看来我与十四郎缘分匪浅 不得不再同行一段 那还真巧啊 来 扇子 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 十四郎住在此地 阿准你住在这儿 四四郎 不回房吗 你先会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还会住同一间房吧 特勤回来了 特勤 何时这么开心啊 有吗 有啊 咱特勤哪 可是难得一笑的人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特勤 你不提他还好 你提他围肚子去 要不是怕坏了你的事 我肯定纵得姓王的一顿 你猜怎么着 他要咱们两千弹铁矿石 好大的胃口 两千弹铁矿石 咱也拿不出来啊 怎么办啊 特勤 不办 不办 特勤 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今晚 我们去会会这位旁将军 咱 咱真去啊 我天归 尘 ед了 不动 我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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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董 你去帮我找些纸墨来 我得好好写一封白帖 好 希望这次我压对了 我一个人都见不见 枧叶 我一个人都见到 不见 很多人都见不见 这次是鸡 lifecycle 我会说 不见 我说 你这次有个人 你的脑袋 你来不见 你你们的小 живот 我认为这些小 sac 我说 我比面 我让你 六燕 书与哥哥 公主 我 你干嘛躲在马车上啊 赶紧下来 来 你怎么跟来了 书与哥哥 其实我 我就是担心你 所以就偷偷地跟来了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下次可不许胡闹了 我立刻安排手下 送公主回洛阳 不 我 我不要一个人回洛阳 来人 请公主上马 书与哥哥 浩兄 何必那么急切 送公主离开呢 我当然是担心公主的安危 我当然是担心公主的安危 书与哥哥 我不信他 要不 你送我回去吧 可我还有公务在身 要不 我跟着你吧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浩兄 门兄 幽州市集 耽搁不得 公主挽回几日也无妨 那如果公主 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了 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公主此行安危 全由我一力承担 磊烟 一会儿我去你和我同城一计 等到了下个驿站 我给你行辆马车 书彧哥哥 我听这个坏人亲口说 不止要杀了长哥 还要杀了你 收拾一下 准备洗肠 是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万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将军 久等吧 是 你便是那几个刑伤的主事 刑伤多久了 有数年了 将军 车是空的 你敢耍我 王军阔 数年未见 你真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你是 你是阿施勒部的英师特勤 阿施勒笋 你好大的胆子 胆敢到幽州城来自图罗网 若我没记错 可是王将军主动想要 我早就知道这其中有诈 不过跟我想要的东西比起来 把你这颗向上人头送到长安去 那更值钱得多 你现在去长安 怕是有去无回吧 我来送活命之法 而有人 却不想要 你还能留呢 你还能留邀请 很好 是 就看李渊他敢不敢吃下 师父 这是什么 皇太子喜 皇太子喜 叫什么 师父 你这是 从现在起 我什么都不怕了 坐吧 怎么 怕了 你到底要谈什么 秦王一入主东宫 幽州微如雷卵 形势如何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与其坐等面网 我劝你们 利用幽州地形之力 自寻出路 王某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 岂容你在这儿大放厥词 你口口声声说你忠心朝廷 那你为何要在背地里搜寻铁石 不就是为了私注兵器 以备起兵吗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 你是为了进攻新朝太子 王将军觉得不动心 只不过因为架码不够罢了 若是可汗想助你们城市 缺取铁石 算得了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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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西域战马 不用激动 这笔生意将军若是想谈下去 无论是这样的战马还是兵器 挖持乐部都会无穷无尽地提供给幽州 如此相助 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秦王的实力你不会不知 幽州虽乃重镇 但若想起兵自立即便能取胜一时 但又能坚持多久 不如归附阿施乐部 由我们扶持 莫说与秦王抗衡 就算是取而代之 也不是不可能 想让王某听命于严厉那个狗子 你休想 既然如此 告辞 告辞 走 走 将军 要放剑吗 派人跟上摩清他们的驻扎地点 是 回去告诉你家将军 我家特勤不喜欢这样 若是再跟过来一步 脑袋落地 若是想明白了 在草路外寄一条白金 到时候次会有人跟你们联系 来者何人 来 我乃笋在秦麾下勇士苏医社 由紧急军情 承报给大可汗 是英勇士大人 放心 请 小可汗 你干吗 你干吗 住手 这是我承报给大可汗的军情 你不能看 还给我 还还给我 怎么就没有人啊 随那小子呢 不会是没等我动手 就死在中原了吧 你想得没 随他先好着呢 快放开我 我要去见可汗 急什么 可汗忙得很 这 我先替他过目一下 难怪探不到这小子的消息 原来是去幽州了 我会转交给大可汗的 还不快滚回英尸去 来 阿娘 你在天上还好吗 长歌好响 明日长歌就要去做件大事 事成失败尚未可知 但长歌别无他法 连魏家也转透了李世民 长歌无人可疑 没有兵心闲政 太子之喜本就是阿爷之物 长歌希望借他联合阿爷旧部 以报东宫上下大政 不过若是阿娘您还在 丁玉耀则被我冲动鲁莽了吧 您放心 长歌会好好看护太子之喜 定不让他落入奸人之手 看你背影如此落寞 怎么 有心事啊 没想心事 赏约而已 是吗 还以为你是因今日 没能进都督府而伤神呢 阿准说笑了 我真的只是路过而已 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 你哪敢告盘都督府的告知啊 无名小卒 我可记得你我初见之时 你是纳版的义气风发 当真只是无名小卒 阿准 你习惯了不相信人对吧 才艺估计一个人很累 以后我不问你来路 你也不问我过往 可好 不好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脾气还挺倦嘛 你若不想说 那我便不问 皮肚子 伤好点了吗 一个大男人受点伤 没什么 大的男人 男人 你说我们两个男人 在这里看月亮 不别扭吗 月亮本身就是团圆的象征 在异乡时看着月亮 便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中原的月亮有什么好 草原的夜色才算美 你去过草原 行商路过而已 也是 夏阿准这样的商人 定是去过很多地方 看过很多景色 那也瞧不上 郑优州的夜色了 真想去草原看看 那里的夜空 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美丽 你想去草原 我大概 不会有这机会吧 对了 阿准在幽州做什么声音 难做吗 成不成 要看天命 我不信天 我只信实在认为 真没想到像阿准这样的人 竟还会信命 是在人为 有意思 十四郎说得对 是我失言了 不过阿准作为一个商人 竟会对刀枪骑射感兴趣 身手还这么矫健 不知师从何人 自己学的 我从小便没了父母 苦连这些本领 都只是为了活下去 阿准还是很有天赋 不像我 师从 我是 如果累了 就歇息一会儿吧 不 我可以 姚挺直 起来 再练 满无声 长哥自私无以为报 既然这把短刀是永宁亲自迎来的 自当是要送给师傅 萧永宁终究是长大了 我早晚要用这把刀 首刃夺取我阿娘性命的凶手 一望 看完了就物归原主吧 好生小气 你这口气还真是 像个女儿家 不看了 没意思 啊 啊 啊 你应该多吃点肉 太瘦了 要你管 师父 你怎么还不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继续 今晚多谢十四郎相陪 师父 那个卖货的怎么也在啊 别多管些事 快去学校 师父 四郎 其实草原的夜色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 殿下 深夜赵臣来此 有何吩咐 可有长歌的消息 有人在去往幽州的官道上 看到了永宁郡主 overhead 回来 三十二十二十三 已经走着 皇家 在这儿 十二十三 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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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都看在眼里 更明白殿下的人德 但是 这太子之喜 非比寻常 大常出力 各种势力虎视眈眈 永宁郡主年龄尚小 涉事未深 当真能在虎狼环寺之间 明辨人心善恶 应对得当 若有一日 被有心人蛊惑踏入歧途 利用这太子之喜 行危害我大唐设计之事 那后果 不堪设想 可明 古乏了 你先退下吧 利弊得失 殿下其实心如明镜 自古世事难全 还望殿下 当断则断 我义成告退 阿道 这次登屋门 我不知是否能顺利回来 若是傍晚我还未归 你就带上太子之戏 叫二准带你离开 那个卖货的 为何是他 不知道 就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可是 这是失令 这回总不会再撞见你了吧 好 长安方面可有什么消息 请都督放心 无论如何均扩定会户都督周全 报 都督 外面来了个人 自称是都督的故人 欲求见都督 并让我将这个承给都督 都督 都督 何时如此惊慌 东宫的人 什么 东宫的人 就是 反正 就说 你现在 又是 狱子 那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我是来见卢江王的 卢江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我是来给卢江王指一条明路的 哦 那你倒是先说来给我听听 幽州已是妻子 岌岌可危 卢江王不带兵讨逆 难道要坐以待毙不成 简直是一派红颜 等等 何事 这事 咱们 这个是 给云州 和 弑州 哈 有 但是 他自己对儿 他们ル胎 是 而是 士兵 他在最新的 是 是 和 女士兵 和 你 你是小永宁 书彧哥哥 下去吧 是 终于到幽州城了 我看这样吧 我先护送公主去医馆 再去都督府与你会合可好 魏郎君才是长安特使 我去算什么 不过 魏郎君想的 怕不是护送公主 而是避开我 去找那位郡主吧 何必凭空无限于人哪 我不护送公主 难道你护送啊 我来护送又何妨 既然你都主动说了 那本公主就命你 命你实时贴身保护 不得烧离 魏使君可有异议 是 既然是公主的命令 那便这样安排吧 还要劳烦浩兄书信一封与长安 告知殿下公主的下落 以免殿下担心 明日此时 我们在城东大门相见 别废话了 这些护卫你金书带走 以保大势万全 这些护卫一看就是杭武之人 我与公主待着 反而会有人注意 我送公主回义馆休息 不过麻烦公主亲自骑马了 我一定要拖住这个家务 照公主这走法 天黑也到不了吧 我是公主 你须得听我的 好 那您逛个够吧 走 好好度 你为什么不等我 公主抓紧了 否则摔起来 如果无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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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天有眼 你可以逃过此劫 我只恨不能身在长安 与太子殿下共同御敌 如今一人苟活于世 永宁 你可以逢兄化吉 太子殿下在天之灵 也可告慰了 我 你 我 他 我 你 是 你 是 是 太子殿下虽然已经罹难 但堂叔定会护你周全 明日我便派人送你去一个 堂叔 我此次前来不是为了寻求庇护 而是来助你一臂之力 渐渐回应 渐渐唤醒 渐渐又想你 在 逃遍之前 情侣 年轻 你的身影 团进我眷恋 的梦里 在天明之前 年年之间 连连流动着思念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进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牵练 在你我之间 拧牵了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同时间 我再远远思念成见 这那叠叠深夜 叠成了永远 夜空里的箭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进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牵练 总有那么一分牵练 在你我之间 明天 每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同时间 在不同时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见 盖远思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